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人气一直很高的大姐头 就是爱情公寓里面的大姐头 胡亦菲 那这次来到我们全明星任务迎接挑战的就是娄逸潇 是的 娄逸潇 那到全明星任务呢 自然要挑战点不一样 平时看上去非常大大咧咧的娄逸潇 今天要做一件跟小动物有关的事 那就是训导小动物 那很有爱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宠物训练学校 只有非常多的动物 今天我们的任务也是跟动物有关系的 今天来挑战的明星娄逸潇 听说非常的喜欢小动物 在军中即将完成的任务 也是训导的动物 训导什么动物 它能够完成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跟随我的脚步去找娄逸潇吧 本期全明星任务 娄逸潇要挑战的工作是动物训导师 选择动物 训练动物 并在终极挑战当天相互配合 完成一场汇报表演 这对于生活中本就很喜欢小动物的娄逸潇来说 似乎正中下怀 吐吐 你为什么叫吐吐呀 是不是因为你耳朵长得长呀 你能不能不说鸟语啊 好学习啊 小动物萌翻天的表现 让娄逸潇放松警惕 他居然主动要求提高挑战难度 放弃了构意训练的小狗 转而选择这群毛色灿烂的鸟儿作为搭档 你看 鞠躬 鞠躬 真的听得懂 摇头 摇头 太可爱了 过去六天里 娄逸潇的训练历经波折 只未等到终极挑战日这一天 女士们先生们 会来到龙一霄表演大会 嗨 大家好 我们的动物主角 可愧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接下来我们即将表演的是 打开翅膀 用瓜子打阿 用爪字打招呼 摇头 屈公 说自己的姓名 首先进行第一项 打开翅膀 快快 打开 打开 真漂亮 好表演 本功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 用爪字打招呼 快打招呼 对的太棒了 好表演成功第三项 摇头鞠躬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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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棒 自相说自己的名字 葵葵 这个好像有点赞 不会的 我跟他交涉一下 葵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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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自己的名字 葵葵葵葵 葵葵 哇哦 听没听见 有没有听到 葵葵真乖 葵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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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